魏英就随兰站进了酒馆里面,当真去找老板问了。 没想到,小酒馆的老板居然是个身材娇小的妇人,看着也就比现在的魏英大四五岁。 他笑盈盈看着他俩,郎君找我何事? 魏英也笑嘻嘻地直接问,姐姐,你认识北斋吗? 北斋先生,你们找他干嘛? 他欠你们钱了? 不是不是,我在前面书画摊买了他一幅画,有些是想当面问问他,不是讨债的。 他半信半疑,他的画有那么好? 值得你们特意去找他问。 姐姐不也拿了他的画底酒钱吗? 他的画自然是好的。 我不信,你买的画呢? 拿来我看看。 蓝湛就从乾坤袋里拿出那幅画。 他一看画就信了。 他也有段时间没来我这喝酒了,大概是病了吧。 说起来,他还欠我八两酒钱呢。 姐姐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吗? 又是外面那小二跟你们多嘴是不是? 他苦笑着摇摇头,说,这北斋先生也是个苦命人,我听他喝醉了说胡话。 他原先也是个正经修炼的仙君,不知为何没了满身灵力,还被赶出了门派,只好无依无靠地四处流浪。 他画的都是他从前修炼时住的仙山,问他是哪里,他又不肯说。 我看他画的还不错,才同意他拿画换酒喝,谁知道他最近都不来了。 魏英和蓝湛对看一眼,同时想到了一个人。 他似乎住在对岸尽头的那间茅屋里,也不知道还在不在。 你们要是想找他,就过去看看。 多谢。 蓝湛掏出一顶白银给他,这是替他付的酒钱。 哎哎,太多了。 多的钱就留着请北斋喝酒吧,如果他再来的话。 魏英淡淡地说道。 行吧。 他也不客气,二位慢走不送了哈。 蓝湛买了一盏灯笼,一手提灯,一手牵着魏英,二人慢慢往对岸走去。 魏英说,难怪你觉得洛款眼熟,你和他也算是自幼一起长大,肯定见过他写的字。 嗯,他怎么,混得这么惨,不会真孤零零地病死了吧? 蓝湛捏了捏他的手心,低声道,去了便知。 沉默半晌,魏英又说,那时,崇光和小七用念力净化你身上的怨气,他也出了力,而且受了重伤, 我让大白赫赫给他送了一瓶疗伤的丹药,不知道他有没有吃下去。 蓝湛低头看他,握紧了他的手,说,他害过你,也救了我,你给他药,你没有错。 嗯,和对岸的尽头确实有一处破旧的茅屋,屋里亮着微弱的灯光。 魏英松了口气,高声喊了一句,有人吗? 屋里传来一阵汤碗摔落在地的声音。 魏英赶紧进屋去看,蓝湛犹豫了一下,也跟了过去。 屋内只有一张床,一张桌,桌上放着一盏昏暗的油灯,床上躺着一个瘦弱的人。 蓝湛默默地把灯笼放在桌上,屋子里一下子明亮许多。 床上的人很惊讶,你们,怎么来了? 魏英不由分说,握住他的手腕就开始拔脉,神色凝重。 蓝湛站在桌前,没有靠近床头。 我当初给你的药,你没吃吗? 魏英放开他,沉声问道。 画名北斋的画师,正是当年明明闭关授罚,却私自下山寻找怨气缠身的蓝湛的颂壳。 也是此刻魏英眼前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病人。 他咳了一阵,才回答道,吃了,不然我这满头乌发是怎么变回来的? 可你此时体内半分灵力也没有。 我记得你那时还留有一成灵力,吃了我的药再好好休养。 你损耗的灵力早就应当养回来了。 是啊,原本应当如此。 宋柯挣扎着坐起来,看了一眼魏英身后的蓝湛,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,们。 你的身体很不好。 我知道。 就当是赎罪吧,赎我那一念之差。 魏英漠然,回头看了蓝湛一眼。 蓝湛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药瓶来。 那是下山时,绿云军塞给魏英的丹药,里面只有三颗小小的药丸,紧要关头可以救命。 魏英伸手接过,倒立一颗丹药出来,张嘴。 宋柯偏头躲开,不必了。 魏英伸手捏他下巴,把药丸塞进他嘴里,逼着他吞进喉咙。 见死不救,不是蓝氏所为。 你好歹,也曾经是我的同门师兄。 蓝湛环顾四周,没有发现茶碗或水杯,在看满地狼藉,想来是被宋柯刚才不小心碰到了。 他抬手一挥,清理干净地上的碎碗片,又从乾坤袋里掏出魏英刚才买的青梅酒来。 魏英结过酒坛,开了坛口,往宋柯嘴里倒了一点酒,将就一下,先把药咽下去吧。 反正你也爱喝这家的酒。 宋柯不再躲避,乖乖把药和这酒一起咽下去了。 魏英说,我和蓝湛已经行过道旅大典了。 我听说了,我们这次来这里,也是偶然。 魏英想了想,从怀中掏出刚才在街上买的两个烧饼和剩下的青梅酒一起放在桌上。 你这病有点难治,但遇上我们,算你命大。 这些都给你,明天我们再来看你。 蓝湛说,听他的,好好休息。 蓝湛把那盏灯笼留在了昏暗的茅屋里,魏英见了也没说什么,只是先一步走了出去。 蓝湛右手一伸,上前牵住魏英的手,左手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明火符。 那是魏英先前在静视养病时,觉得无聊,随手化的,比一般的明火符要华丽一些,光形是一对半米长的比一秒。 魏英果然被吸引住了,晃着两人食指紧扣的手问他,这个是我闲着没事做来玩的,时效只有一刻,你怎么还随身带出来了? 蓝湛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式的明火符,有点惊讶,但他很快回答,好看,有用。 明日你要用些什么药? 我和你一起找。 魏英摸了摸下吧,说,刚才在屋里当着颂科的面我不好直说。 他还真是得了肺劳,金丹还在,灵力全无,身体也亏空得厉害,明天我们得找些上好的药材行。 难吗?难啊。 但我是谁,好歹也是姑苏明一律云君的关门弟子,很厉害的。 嗯,很厉害。 魏英就看着他笑。 蓝湛不明所以,问,为何这样看我? 二哥哥,你是不是怕我吃醋,所以故意夸我厉害啊? 蓝湛摇头,你不会。 我真心的。 魏英哈哈大笑,拉着他就跑,我们得走快几步,不然这明火符要失效了。 晚风吹过河畔两侧的竹林,响起一阵沙沙声。 他俩就这样携手向前跑,一路跑回了先前逛的夜市路口。 不行了不行了,歇会儿。 魏英撑着膝盖,大口喘气,那张比翼鸟鸣火符果然已经熄灭了。 蓝湛气息微乱,依旧站得笔直,双眼一措不措地看着魏英。 歇了一会儿,魏英这才直起身子,说,果然体力还是比不上你。 明天我们去深山野林挖人参,爬不动了,你得背我。 蓝湛也不问他为什么不吩咐一站的蓝湿门声去买药,而要跑去深山野林里挖人参,就干脆地应了一声,好。 魏英继续往前走,解释道,虽然我们家的药铺里也有不少好药,但我想治好送科的病,就得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,顺便也可以给当地买不起药的人看看病。 自然还是自己去找药材比较好,毕竟出来了,不能什么东西都问家里拿,你说对不对。 蓝湛点头,又想了想,问,需要我智慧驿站的门声安排诊所吗? 不用,我看送科屋门前空地挺大,扩修一下就可以了,也方便我们照看它。 好,那明天就麻烦二哥哥叫上门声们帮忙修屋顶,建竹楼了。 不麻烦。 蓝湛伸手整理他被风吹乱的头发,神色始终温柔。 第二日上午,蓝湛果然让门声们找人去送科家修建房子了, 他自己则和魏英一起进了山城尽头人际罕至的森林里找草药。 树荫茂密,越往里走,鸟叫声也越发稀疏,魏英背着一个装草药的被篓,停在一棵大树下,擦了擦脸上的汗, 又回头问蓝湛,累不累?蓝湛似乎不太怕热,走了半个时辰脸上一点汗也没有。 他拿出水囊递给魏英,我不累,你先喝点水。 魏英咕噜咕噜灌了几大口水,说,先前我跟师父出去采过几次药,也没这回这么热。 累就休息,魏英点头,抬头往树上看,果然看见了一大丛野生的石壶。 蓝湛顺着他的目光往上看,要吗? 嗯,你摘一半就行,剩下的留着以后还能摘。 好,话音刚落,蓝湛飞身上树,不一会儿就摘了一大片石壶下来。 魏英伸手接过,挑剪一番后,丢进了放在地上的被楼里。